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2024古装剧好多女神要回归 在与凤行赵丽莹打头正后 接下来杨幂 刘诗诗有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和竹叶篇 杨子有长相思第二季 赵露丝 宇书欣这些九五花 也人手一部古装剧待播 之前微博网友也票选2024 最等不及想看她的戏 古装剧女主套不十 一起来看看吧 网评2024最等不及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套不十 赵露丝 朱莲玉木 赵露丝在仙侠剧神影之后 截下古装剧朱莲玉木和刘语宁二搭 当初两人在长歌行司 壁杆满满 这次再搭档火花应该也不用担心 朱莲玉木是唐朝背景 为大女主经商剧 赵露丝的装造很美呢 过去赵露丝在长歌行的唐装 就很让人惊艳 这次朱莲玉木的造型也相当明媚 华贵 赵露丝特别适合唐装 而赵露丝在朱莲玉木 饰演采猪少女端午 他为了不受凌辱而逃出猪场 并加入商人燕子金的商队 靠灵活头脑 做成一笔笔珠宝生意 题材很新鲜 网评2024最等不及想看他的剧 古装剧女主他不久 景田四海重名 景田拿下第九名四海重名 张来景田和张力赫搭档 改编自一代学小说 我有三个龙奥天竹马 是一部仙侠古装剧 蒋树一心喜欢种田 但迫不得已 踏入了仙徒的怪异 难言 在阴差阳错之下 与隐瞒身份的帝君 种下地结姻缘的同心所的故事 景田的古装扮相依然美 只是不知道他和张力赫搭不搭得起来 古装剧主角的CP活花很重要 就怕搭起来有子弟感 期待四海重名 能够逆转观众评价 网评2024最等不及想看他的剧 古装剧女主Top8 白露 白月范星 林江仙 白露好美啊 白露在长月静明之后 又接下古装仙侠剧 白月范星和林江仙 分别搭档敖锐棚和曾顺希 林江仙近期刚官宣开拍 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白月范星会先上线 白露在白月范星的造型超有仙气 白月范星的造型 似乎比长月静明素淡一点 但一样梦幻 很能凸显白露的美 白月范星和神尹 千古绝尘都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 人无关系有联动 剧中白露饰演将军府嫡女白硕 她为了报恩而立志修仙 途中意外搭救妖族大神 范月二人不打不相识 网评2024最等不及 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Top7 李一同 云秀星 胡耀小红娘王全篇 李一同两部带播古装剧 都很让人期待 其中一部是合作曾顺希 邓伟的云秀星 改编自日本热门清小说 采云国物语 讲述出生名门的穷姑娘 进入皇宫后 一步步成为女官吏的故事 云秀星全员帅哥美女 而且女主角人设讨喜 剧版好好拍的话 很有望能爆火 另一部就是和诚意的 胡耀小红娘王全篇 这个系列和《蒼乱卷》 一样都是恒星引力制作 装造非常梦幻 李一同特别适合古装 无论是云秀星那种 偏宫廷的装造 还是胡耀小红娘的奇幻风 她都能驾驭呢 这种剧合作诚意 一样也是包款预定 望评2024最等不及 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 Top6 李庆 七夜雪 在莲花楼 一年观山等武侠剧 接连走热后 2024年 也有不少武侠剧颇受瞩目 七夜雪就是其中一部 该剧找来李庆 曾顺兮搭档 网友称赞 七夜雪浮华道 很有美感 试出的剧照中 曾顺兮和李庆 在苍茫大雪中孤独前行 造型的设计相当清爽 凸显了李庆的美貌 七夜雪 改编自苍月的同名小说 李庆饰演药师谷 谷主 薛子叶 她和前来求要的 霍展白皆是 两人从针锋相对 倒成为信心相惜的知己 却因各自背负的责任 最终天人永隔 望评2024 最等不及 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 Top5 唐燕 念无双 2024开年 一部繁华 让唐燕回归众人视线 唐燕在繁华的表现 获得高度不好评 也让大家期待起 唐燕接下来 主演的仙侠剧 念无双 这是唐燕出道以来 首次担任仙侠剧女主角 不过唐燕的造型被吐槽了 网友觉得 念无双造型太过素胆 而唐燕更适合 像繁华那样 明艳的风格 发型也太贴头皮 被认为没有发挥出 唐燕的美貌 反而显得老气 不知道播出后 其他造型会不会好一点 唐燕在念无双 要饰演神女 姬谈音 与留学一身的 胡族仙人展开虐恋 望评2024 最等不及 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 Top4 杨子 长相思 第二季 国色风华 杨子的长相思 是去年 网播量最高的古装剧 上线后不仅热度爆棚 而且获得一致好评 大家都迫不及待 想看长相思第二季 到底播播播啦 小说的名场面 都集中在第二季 小妖和涂山景 爱情迎来各种波折 感觉第二季 应该能看到杨子 大标演技 另外杨子 还有大女主经商剧 国色芳华带波 和李献二大 这部剧 和赵露丝的 株莲玉木 一样是唐朝背景 设定也相似 剧中 杨子将饰演 商骨之女 何维芳 她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 合理出户后 凭借配于 西式牡丹的技能 涉足伤害 君君很期待 童言夫妇再次重逢 网评2024 最等不及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 Top3 刘诗诗 狐牙小红娘 竹叶片 掌心 去年一年关山的成功 让大家对刘诗诗 主要的狐牙小红娘 竹叶片 拔告了期待感 刘诗诗的古装扮相 一向不用担心 之前竹叶片 试出的花絮 剧中的打息 很受好评呢 目测 质感应该不错 而刘诗诗 在竹叶片 沈东方怀竹 被面具侠士 王权霸业所救后 两人展开虐恋 除了话题爆棚的 狐牙小红娘 竹叶片外 最近刘诗诗 也接下古装悬疑剧 掌心 这是江湖游一少女 VS 渴望全力 大理寺少卿的故事 刘诗诗 合作逗箱 掌心的制作团队 是曾打造过 高频悬疑剧 唐朝鬼石鹿的团队 质感应该可以期待一下 网评 2024最等不及 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 Top2 杨蜜 狐牙小红娘 月红篇 杨蜜拿下第二 狐牙小红娘月红篇 大家已经期待 好久好久了 这是杨蜜一记 三参三世 十里桃花后 再演美艳狐狸 图伤红红 是图伤狐妖之王 亦是妖蒙盟主 她有温柔善良的一面 也有霸气冷漠的一面 妩媚又机敏 图伤红红 无意间救了东方月初 从而开启 两人情世今生的虐恋 狐牙小红娘月红篇 分为玉妖国情缘 千言情缘等众多篇章 杨蜜和龚俊善的 图伤红红 和东方月初 将贯穿主线 其他主演是单元片主角 月红篇有很多 古装男生女神 像朱薛丹 陈瑶 陈都林 张立赫 毛子俊 魏哲明等人 大概也就只有杨蜜 这些八五花的剧 才能聚起这么多 致命演员了吧 网评2024最等不及 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 Top1 赵丽颖 宇凤行 冠军是宇凤行 赵丽颖 当初榜单开启票选时 宇凤行还没开播呢 不过赵丽颖的剧 无论何种题材 一向都拥有高期待 因为赵丽颖一向 用作品说话 赵丽颖这次 在宇凤行事业的沈梨 是个奔放洒脱 豪爽自在的女王爷 个性很霸气 可是对灵界子民 却有一份仁爱之心 是很有魅力的女主角 宇凤行 因着赵丽颖的超强号召力 首播只用了25小时 在中国腾讯站内 热度就火速冲破3万 而目前 宇凤行网播量 已经冲破17亿了 这是什么概念呢 同期的花间令 网播量8亿多 去年底就开播的 神影16亿多 宇凤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冲出各项收视记录 真的就是靠赵丽颖 常年累积下来的 观众口碑 大家只要看到 是赵丽颖的主演 就会愿意为她而追剧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 2024最等不及 想看她的剧 古装剧女主 TOP10 对于这个排名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